中美文件游记 就选真盈货带 朋友们 下周二就是一年一度的美国独立日了 今天的周末去哪玩呢 将为您介绍2023年 乔治亚州美国独立日的游玩好去处 快跟着我们的节目 一起去看一看吧 第一 Colway Gardens Colway Gardens是位于乔治亚州的 一个著名的度假圣地 每年在美国独立日期间 会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 为游客提供难忘的体验 Colway Gardens的美国独立日活动 将持续四天 从7月1日开始 一直到7月4日结束 Colway Gardens会在晚上 举行一场壮观的烟花表演 给游客们带来绚丽的夜空秀 这场烟花表演 通常会配音乐和灯光的效果 是一场令人震撼的视听体验 同时还会举办星条旗主题的沙滩派对 游客们可以在沙滩上尽情的玩耍 参加各种的户外活动 享受阳光和沙滩的乐趣 除此之外 Colway Gardens还提供 多种多样的户外冒险活动 例如徒步旅行 自行车骑行 高空滑索等等 Colway Gardens的活动 都会为您提供一个快乐而难忘的 庆祝独立日的机会 第二 Savannah河滨庆祝活动 Savannah河滨庆祝活动 是Savannah市一年一度的传统活动 通常从6月30日开始 持续到7月4日 在活动期间 Savannah河滨街将会举办 各种各样的音乐和娱乐表演 游客们可以欣赏现场音乐 包括乐队演出 歌手演唱和舞蹈表演等等 为了让孩子也能够参与其中 Savannah河滨的庆祝活动的 通常也都是有儿童的活动区域的 可能会包括充气的游乐设施 游戏和艺术手工活动等等 作为庆祝活动的高潮 晚上9点15分 Savannah河滨将会举办一场盛大的烟花表演 绚烂多彩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营造出壮观的景象 整个Savannah河滨的庆祝活动 都充满了欢乐和独立日的氛围 游客们可以沿着河滨街漫步 参加各种活动 与家人和朋友共度美国独立日 感受到Savannah市的热情和独特的魅力 第三 茶图鸡湖游船游行和烟花 茶图鸡湖的游船游行和烟花 是美国独立日期间 乔治亚州海澳阿西县 举办的一场非常特别的庆祝活动 白天在茶图鸡湖上 居民们会装饰自己的船只 多半是使用星条旗的元素 居民们的一只只小船 在湖上形成了一只庞大的节日庆贺船队 游客们可以选择乘坐小船 参与游行 或是在岸上观看壮观的游行队伍 当夜幕降临时 茶图鸡湖上将点燃壮观的烟花 游客们可以在湖畔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欣赏眩烂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烟花会给整个独立日活动画上圆满的句号 第四 兰陵小镇独立日活动 兰陵小镇一直是许多乔治亚州居民们 庆祝独立日的好去处 毕竟还有什么是比坐着火车 看烟花更浪漫的是吗 在7月1日 您可以乘坐兰陵风景铁路的特别列车 欣赏7月1日晚上举行的壮观烟花表演 列车将在晚上7点从兰陵小镇出发 前往壮观的Copper Basin地区 等到夜幕降临后欣赏烟花表演 然后在晚上11点钟返回兰陵小镇 游客们可以在火车上欣赏美景 并以十分浪漫的方式欣赏夜空中绚丽的烟花 在7月4日独立日的夜晚 游客们可以前往兰陵小镇附近的兰济湖 观看壮观的烟花表演 这个活动通常是在黄昏时分开始 游客们可以选择在Morganton Point Recreation Area 观看烟花表演 这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让游客可以欣赏到烟花在夜空和湖面上绽放的美景 Blue Ridge Fireworks Train和Lake Blue Ridge Fireworks 为游客提供了在美国独立日期间 庆祝活动的两个特别的选择 无论是在火车上欣赏烟花表演 还是在兰陵湖畔观赏绚丽的烟花 这些活动都将会为您带来难忘的体验 接下来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每周固定活动 基本每个周末你都可以参加哦 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精彩节目了 千万不要忘记点击右下角红色的订阅按钮 订阅我们的频道 双击频道给我们一个小爱心 也千万不要忘记到Doraville的绿色海洋 领取你的免费礼品一份 好茶不贵人人满意 周末去哪玩下周更精彩 我们下周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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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